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北京首高男男 那么在今天CBA联盟正式公布了一项处罚 首高男男的内线核心范子明是因为累积 委体犯规已经达到六次次,将会被禁赛两场 接下来的两场常规赛面对新疆和山东的比赛 范子明将无缘登场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翟小川也是刚刚因为累积 委体犯规达到了四次被禁赛一场 所以说整个首高队的风险和内线连续的常规赛 因为委体犯规遭到禁赛对于球队的战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了,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首高接下来的三场常规赛 其实整体赛程并不是特别的难 当然了,面对的对手的话可能战役比较足 因为接下来的两个对手分别是新疆跟山东难 那么这两队目前都正在为了几乎赛的席位苦苦争夺 可能这两场比赛首高要选择放掉了 但是这也不影响首高目前的排名 毕竟他们距离身后的球队还有两个胜场的差距 所以说首高第七的位置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继续往下掉的可能性 但是想要继续往前攀升 比如说超过现在状态同样不是很稳定的广东 那难度也是非常大 大概率首高将会停留在第七的位置 结束掉自己的常规赛 但是眼下的情况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翟小川和范子明这两名球员对于首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他们两个人都是累积 违体犯规次数比较多的球员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根据本赛季CBA联盟的规则 如果说翟小川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无论是常规赛还是季后赛 继续提升自己的违体犯规达到六场的话 那也将会跟这个范子明一样再次被追加进赛两场 那那个时候可就是季后赛的比赛了 每一场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那翟小川一旦被进赛两场的话 那对于整个首高来的风险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对于范子明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如果他的违体犯规继续累加 比如说累加到了九次 也就是再来个三次违体犯规 那么他将会被禁赛三场比赛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同样对于首高来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特别是范子明 他的作用可能比翟小川更大 本赛季范子明的话 场均能够拿下14.6分 8.6个篮板 最近两场比赛 临近激活赛 我们看到范子明的专注度也在逐步的提升 禁两场比赛 他是都拿到了两双的一个数据 特别是在篮板球的保护方面 随着汉密尔顿回归之后 其实在内线 范子明的出手次数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毕竟有汉密尔顿帮他分担这样一个出手 所以说范子明将更多的专注度放在防守 放在篮板球上 但是的话 还是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 北京首高的委体犯规 技术犯规 两项数据依然是高居联盟榜首的 由此可见 这支球队的球风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委体犯规 首高连续三个赛季 基本上都是要霸榜常规赛冠军的 可以说球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每年也就是第八名左右的成绩 但是在委体犯规这个数字上面 他们却从来没有落后过任何的球队 因此如果说只有一次两次 你还可以说是球员不是故意的 或者说是当时的场上有什么样的小问题 如果说连续三个赛季 对吧 你的委体犯规都出现了像范子民 王笑辉 翟小川 这样累积次数非常多 甚至要被禁赛一场两场的情况 这个恐怕就不仅仅说是 一句不是故意就可以能去解释的了 所以说首高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自己的防守动作的 要不然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 不仅仅是伤害了对手 反而同样的对于自己的球员来说 也会是一种伤害 那背着这么多的委体犯规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舆论对于首高来说 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毕竟谁也不喜欢这种打球 肮脏的球员和球队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在场上也不敢放开动作 因为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或许你以后不打算故意去伤害对手了 可是保不起你什么时候 又因为动作收不住而来了一个委体 那么将进行一个追加竞赛的话 对于球队来说的损失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